乌溪鸟嘴潭人工湖工程计划之饮水设施工程 位于乌溪岩峰桥下游的河道两侧 主要功能为将乌溪水系丰沛的水源 引入鸟嘴潭人工湖 改善彰化地区地层下陷问题 同时稳定彰化、南投等区域水源 本工程采用大量聚机混凝土 设计阶段经配比试验研究 以河床料与矿物餐料取代 并于施工阶段进行温度监测 符合经济、安全、耐久效益 蓝河岩工程采低矮岩设计 并以六角隔框阶梯式布设 多阶式消能避免上淤下刷 兼具稳固河床与水域生物的使用需求 两座弧形闸门与一座壳形闸门 让排沙道具有取水功能 也能符合极端气候排红需求 与稳定核道取水深槽 配合无锡流框 与用地线制设计的不对称中型取水口 优化取水功能 同时加强防沙、防淤 增设的侧翼流焰 则可避免超量取水 并兼顾设施安全 经过营水暗渠 无锡水源来到沉沙池 透过逆破沟、求沙沟与排沙暗渠 上层取水、下层排沙后 再将清水送往湖区续存 本工程也坚守生态永世之责 必用蓝河焰全断面渔道、腹部式渔道 以静自然渔道之设计 维持无锡水域生态之连续性 苗嘴潭任工湖饮水工程 将不忘创新、永续 持续挑战、改善水质 营造乐活、共享的目标